大逼的測試車 嗨,大家好,我是阿全 今天我有寫那個大逼的測試車 水冷大逼 其實我個人蠻感興趣的啦 然後,那是白天寫的東西 那到了晚上呢,不知道為什麼 疑似他的車頭照就流出來了 那,當然我也把它寫成文章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但是呢,我後來仔細端詳那張照片 發現了一個不得了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就慢慢的為你解說 好,就是這張水冷大逼的照片 那,我說彩蛋在哪裡呢 彩蛋就在這台車後面的那台車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看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台車後面的那台車 它是一台YAMAHA的檔車 而且看起來四屋排氣量並不小 首先呢,我們先用YAMAHA有引進的R3來做比對 基本上我們應該很簡單就可以看出來 它的整流罩造型是不一樣的 所以應該不是R3 好,接著我們用R6來比對看看 嗯,整流罩長的也不一樣 CASE蓋的位置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應該也可以判斷這並不是R6 好,後面這台車既然不是R3也不是R6 那麼就只剩下一台車啦 那就是R1M 我只能說不比還好 一比真的是...有點嚇人 我們把R1下導流跟排氣管那個部分 我們稍微放大一點來看看 好,經過比對 CASE蓋前面的那四支螺絲位置幾乎一樣 排氣管的位置也一樣 下導流的造型也幾乎一樣 好,那麼基本上我們可以確定 這台車應該就是R1M了 再加上那台車,車上有個掛牌 它上面寫著什麼什麼完成 我個人猜測是測試完成 那麼測試完成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說 它在場內應該已經調校完畢了 調校完畢之後要幹嘛呢 當然就是宋宴啊 但是宋宴這個過程會多久我們並不知道 不過至少YAMAHA的這一台指標性的仿賽車款 終於有引進的希望了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等 看看台灣YAMAHA究竟會打出什麼樣的好牌 好,以上感謝大家耐心的聽我看後蘭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假設推測跟猜測 如有雷同純熟巧合 我是阿全,希望下次還會有機會 可以繼續跟大家看後蘭 掰掰